正常來說 一個年輕人 如果他有一門手藝 或者是有一些知識 他決定出來創業 問題是出席後 他會遇到甚麼事情 例如由組團隊開始 甚至再早前 從你的想法 生意點子 應該是怎樣定位 去到團隊組織 例如公司運作 管理 開始請人 管理方面 需要注意甚麼 要擴張一點 融資方面有甚麼要注意 跟專業投資者交談時 也要注意甚麼事項 怎樣去談判 和談判 這些都需要很多碰門釘的過程 如果有一個行內任 可以告訴學生們 如果你是做這件事 就可能會忍應這種情況 所以就變成一個捷徑 可以把你的學習測量大大地 減至最短 我們Google現在基本上 差不多所有事實上的事 都可以搜尋到 唐和網上的分別 就是在唐上唐上 真的可以是一個 相向性的交融 我除了可以將自己 一直以來每一個 每一個生意的案例 可以更加深入 是基於學生的反應 來調節之外 還可以是 take questions